小杨金色显得不落粗套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毫无疑问 我身边的这台上海车展幸运的 极星一金色本做到了 而它的秘诀也很简单 那就是哑光漆 作为一台售价145万的豪华集体车型 一款宛若暗夜直光的哑光漆 毫无疑问可以衬托出它独特的身份 但是我们在第一期的超级皮肤节目当中也看到了 极星一的外观覆盖件大部分由纯碳纤维构成 在纯碳纤维上着色 相比在光滑的金属表面着色更有难度 更何况是以难以搭理 以及良品驴滴而著称的哑光漆了 这一期超级皮肤节目当中 我们来到了成都的极星生产基地 看看这美丽的暗夜之光 到底是如何诞生的 如果我不告诉你 你猜猜我现在在哪儿 是CVD的办公楼 还是现代美术馆 当然前面我也说了 这边是成都的极星生产基地 简洁的黑白灰配色 整齐的产线和仓库 现代工业中还有着鸟语花香 我都有些羡慕着办公环境了 极星这个品牌呢 确实挺有意思啊 他们连工厂都造得像他们的产品一样 简单而干练 看上去非常的现代化 但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呢 好像并不是那么的现代化 穿上专业的防护服并进行安全培训后 我随着工程师一起进入了油漆车间 但是这个油漆车间好像跟我在其他车上看到的不一样 机器人在哪里呢 至于为什么要采用手工生产 工程师告诉我 极星一的产量一年仅为500台左右 使用手工生产能够更好的控制成本 而且更符合百万豪车私人定制的身份 不过新能源与手工匠人精神 这个组合可不常见 碰巧有一台极星一的哑光素材车 要推进车间进行喷涂 而这四天不将全程攻踪这台车身 看看它是如何被裹上 那美轮美奂的暗夜之光的 和大部分同价位的跑车不同的是 机器人的所有车身颜色 都提供了镜面漆和雅光漆两种选择 作为百万级跑车 雅光漆毫无疑问可以脱现出 机器人独特的身份 但是为什么雅光漆会比亮光漆 整整要贵出一万八千元呢 工程师告诉我 机器人一喷涂的难点在于 由于采用了全碳纤维车身 所以素材车必须经过细致的打磨 增强附着力 这也是它与传统金属车身 最大的区别 而雅光漆由于采用了单独贯装的设计 同时制造成本更高 所以采购的价格 是比亮光漆要高不少的 另外由于没有办法 像亮光漆那样打磨抛光 所以对喷涂的工艺要求非常高 一旦有瑕疵就必须重喷 所以又贵又稀有 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身边的这台机器人 刚刚经过了中途的工序 接下来它将进入打磨车间进行打磨 然后再进入面漆车间 最后再经过点补和质检的工序 我今天的任务就是 全程跟着它 油漆车间是显然免入的 但打磨还是可以让我进去捣捣乱的 不过为了不让这台百万豪车的制造 出什么偏差啊 我还是让师傅Same知道我一下 这个是一个海米垫 加上我们这个沙子 这样拿着四根手指们同期 然后夹入这个沙子 这是整个看上去 上附带在上面的面都是要的 就包括这里也是要的 对对对对 再保证它不能打漏 不能打吗 刚才基盖上面那个漏的那种 黑色的那种 对 就把它磨穿了 其实还是不能太重 对 点到为止 然后这个就是调节咱们这个算数的 你看 现在它就非常慢 咱们慢慢往上调 它就变得很快了 对 还有就是咱们这个 一定要把它贴皮呢 像这样 贴皮呢 打它 刚才我们看到那台车身呢 推进去之后呢 就在这间车间里面进行全手工的打磨 先用400目 然后再用800目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最后要的工序 用高压的喷枪 把表面附着的那些粉尘给吹干净 那这一道步骤结束之后呢 这一台车就会被送往油漆车间 进行色漆以及清漆的喷涂 还有在这油漆车间旁边 放了很多这样的餐盘 是不是工人吃完饭把菜饭放在这里呢 当然不是啊 到底是干什么呢 我先卖个关子 等会告诉你们 打磨的过程会产生大量的粉尘 防护非常重要 而工厂的保洁 也是一门不为人知的学问 正好 车间的保洁主管也在 我们来和他聊聊 那我看到你手上拿着这一个仪器啊 这个仪器 是不是就是用来检测这个标准 对对对 我手上这个仪器呢 主要是一个测量车间 环境的一个洁净度 像我们这边的一个重点区域 比如说喷漆的 然后一个烘烤的烘房 这个里面的洁净度要求就是 我在手上是一个5mL和10mL的一个颗粒数 是要求为0 然后的话我们是每天会进行一个 开班前的一个测量 首先要确保就是说我们这个重点区域环境的 5mL和10mL的一个颗粒数全部为0 之后我们才开始进行一个生产 如果不符合就是我们的一个检查标准 那我们是要重新再做进行一个清理 中途打磨之后 就要开始最重要的工序 上色漆和清漆了 你所看到的美丽漆面 就是来自于这一步 手工喷漆不同于机器人喷漆 全靠几时自己掌握 经验非常重要 尤其是极星1采用的哑光漆 一旦喷涂的不均匀 就没有办法像高光漆那样打磨抛光 所以这些济湿的经验和高超技法 这是极星1漆面品质的保障 而他们的健康极星也想到了 为了避免职业病的发生 极星1的所有打磨过程 都是伴随在吸尘的 而且所有的油漆都采用了水性漆 可以降低空气中亏发的有毒物质 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些餐盘 它的作用其实是增大水的面积 来更好地捕捉空气当中的粉尘 以及小颗粒 保证车间的洁净度 以及生产的安全 色漆喷涂完毕之后 会进行15分钟的烘烤 缺掉水分 而最后一步 亚光清漆的喷涂和长达75分钟的充分烘烤 则为这深邃的白色分上最后一层用 使得这暗夜之光涌住在这曼妙的车身之上 好 现在是4点37分 还有一分钟 刚才那个上完清漆的车身 就会从这个烘干车间里面运送出来 还是有点热的 明天它将迎来它的最后几个步骤 富有经验的季池将对车身进行最后的检测 通过肉眼触摸和专业的对比 检测是否有瑕疵 不过在这白车身上找茬 可真是不容易 我感觉我在这边盯了一会儿 觉得自己非文就都犯了 满眼都是各种黑色的点点 我觉得我已经没办法再做检测了 这边的工人确实挺不容易的 这些荧光色的小条旁边呢 就是质检当中发现的小瑕疵 看到这边有一个很小的点 肉眼不及其看 其实还真看不大清楚 那在之后呢 工人将会继续对这台车进行点捕的工作 最后的工序是涂装点捕 所有刚才发现的这些瑕疵 都将经过重新喷漆填补 保证每一台机型衣的漆面都是完美的 在经过了4天之后啊 这个凝结着无数工人心血的完美漆面 终于呈现在我面前啊 而在完成之后呢 这边也将打上这一个Mix的代号 然后再由工人运送到 接下来的仓库当中进行进一步的装配 完美的细节 深邃的色彩 让我觉得这些等待完全是值得的 而如果这台车的车主 碰巧也在看这些节目 我可以告诉您 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这美流美欢的车漆 以及造型 完全值得您付出的金钱 以及等待的时间 在喷涂完成后呢 直行一将在这家生产基地 以纯手工的方式进行组装 并且在几个月内 交付给已经付了定金的车主 手工匠心与高科技材料 高性能与极致环保 这些矛盾在吉星一身上融为一体 而这也许就是这台 一千六米的超级GT 最大的魅力所在 每辆吉星一 都是科技与艺术的结晶 性能与环保可以兼得 美学与自然和谐共存 而吉星工厂 也将在未来继续打造 符合理念的产品 为每一个欣赏吉星的驾驶者 也为地球的未来